Miradio 請大家持續支持Miradio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iradio 香港曾經是遠東足球王國 香港曾經出現過黃金一代的足球球員 香港球隊也曾經在亞洲足球運史上創立輝煌的成績 我們也出產球員代表過中華民國 這段歷史值得大家回味欣賞 一代過門何勇興的足球世界 新一輯我們又再開始 我們都停了幾個月 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開始放緩 我們馬上開始足球世界 我們都請到 雙網 雙釋半個世紀 有沒有說 不止 超過半個世紀 六十年 六個十年 六個十年 黎九華自己 六個十年 人生沒有幾十年 但你們相識相知 六個十年 都六個十年 帥哥 多女球迷 當然有多緋聞 現在所說的緋聞 但偉哥好像沒有太多 卿哥反而多 多 怎麼搞的 你認為我有緋聞呢 其實老實說 就是因為黃文偉 就是每件事都比較保守 而且他早就有一個好的太太歸宿 他就不會像我和何勇興 一代鋼門 何勇興的足球世界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鐘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有經歷過一段時間 譬如說廉政福寶的時間 我們是看著那件事發生 七十年台的時候 所以就變了不同 譬如說後來 比較年輕一點的影評室或者觀眾 他們對那件事本身都是透過一些的 新聞或者資料 但是我們是親日其境的 我們也可以說說 因為當年 那個廉政公署他們去 就是去查這些 的時間路的時候 有一隊的團隊 是上來我住那裡的 那我做的很簡單的事情 譬如說這間屋是誰的 我是拿到那種感覺 所以譬如現在我們拍 就是比較年輕的導演拍 我問的問題就是 拿不拿到那種 當時的那種感覺 那種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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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實質感 那個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個是 所以你現在看電影那裡 他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疫症時期 那些細片 你要拿他的那種吸引 就是這件事 大片很多時候 你就需要一個包裝 比如一個叫卡士的塑造 那些就是令到 給隔離看大一點 去過那個market裡面 都會闊的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奧斯卡的入圍電影 都陸續在香港放 那一部韓國片 龍城家園 你講一講那個 都是這個禮物上話的 觀感是怎樣的 這部一看完之後 那我就很想知道 星期一的那個結果 結果裡面 就怎樣了 因為這個我覺得 就在不聲不聲的情況之下 那裡就原來跟那個叫大熱門 有一個對應 那個在流浪裡面 那個在流浪裡面 那個在流浪 那個在流浪 故事 但是它裡面 有一個叫東方導演 它那個 冷光也放下去 那這一部 也都很關鍵 龍城家園 就是說 一個叫做 韓裔的家庭 他們在80年代 他們移民去美國的時期 這樣就面對一個 他想自己創業 就不想做一個 去到那裡 就是一般 就這樣叫過世的 那些這樣的 生活的時候 那他就面對那個 最大的問題 就是 他對那個地方 不是很了解 就算那個地方 其實基本上 就是很單純 很容易跟你去融和 其實就跟那個 那個是很不同的 那你都很難 因為這個 是很難進去的 是自己的家庭問題 以及自己的民族問題 那我覺得 這部戲 它接著 你認不認得這個 這個男主角 這個男主角 叫阿斯蒂夫尹 這個男主角 就基本上 之前 就一套 南韓的電影叫 《蕭失樂園》 李蒼東導演的那一部 改編 那邊《村上春樹》的一個短篇的一個故事裏面 他就是被人殺死的那個人來的 那個演出非常精彩之餘 如果你看過那部電影 你會發現這個是一個自己本身有份監製 還有是講那個韓國世界在美國的生活的時候 他講得很細緻和很感動 我認到現在這個時候很多移民的情況出現 很多家庭的一群移民的時候 面對那些問題 這部電影就講回80年代的時候 大家一些叫過來人 他現在大概就變成了做導演 他拍攝自己的爸爸媽媽帶他們去移民的時候的那種世界 那種生活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的力量是很強的 而且就飾演他婆婆的那個 下女的時候都已經很出名的那個婆婆 就在英國那裡都拿到一個最高的演出的榮譽之餘 那時候他就講了一些 就是東方人很多的東西 其實西方人其實不及的 那這個也都牽涉到他那個主題裡面那裡 他觸及得很深 那所以這部一講完之後 他就覺得你可能一應著奧斯卡那個 和這個這個戲裡面未必會這麼主流味道 可能真的好像台長說的這些只是叫做真正小品 那這些小品戲是相當之有感覺在那裡的 那我看完之後我有好幾場就很感動的 而且他講出了一種叫做生命的最可貴 就是在於你怎樣去找到你自己 可能你是一個很粗身的環境那裡 都可以抹下去的那個原因 那個因由 很多細節的內容我覺得這部戲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就看看是星期一的那個結局是怎樣的 Anyway就凡真的入選的大家都 我相信都有一定的 丁了一丁的 大家會看的了 那我們正當的時間呢 我們就要講講這部《毒水曝光》 那裡面有很多東西說的 那部片本身呢 我和阿基督有少許不同意見 我就覺得是大提小做 就是說《Budget所限》 其實出來的感覺就有少許 就是被人看到就是挺省錢的 尤其是有一幕我覺得印象很深的 就是他怎樣省錢化呢 就是他拍這個出來打個幕 為什麼我這麼敢講呢 因為我們經歷過 我們經歷過的全部都是很大場面的 就是只是看我們那些紀錄片 一定是贏了他那場戲的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實在呢 因為他80年代放出來彈都很謹慎 就不是那種現在呢 嘩 我以前試過 就是一扔下來 大概都不用十秒已經 嘩 呼不住氣了 但是男主角還在那裡 就是出來來數來數去 應該是不同的出來彈來的 2020年的出來彈和1983的 1973的那些 有不同的 還有他示威的場面只有幾百人 我們動撤都十零二十萬 就是 這個是香港特別來的 我見過在日本那裡有一個遊行 然後有人說 嘩 他們都很成功 嘩 六十幾人而已 就是這樣 他們好像不太習慣做這件事 這個戲本身是很 正如我一直強調 很多事情可以說 但是 我的角度有點不同 其他人的 就是我覺得最值得說的是什麼 就是Johnny Delors 的藥 那個你稍微不留神 你不會聽到這個說話 你不會想到這個說話 那個後面的意思 就是 他講一個 這個是真人來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大家看完電影一定要認識他 就是Eugene Smith 他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他 所以說是 第一代的所謂 Photo Essay Editory Photo Essay 是一代的掌門人 是 那 就是他 在這部戲裡面 他塑造他的時候 就是他已經很老倒了 就是他在最後的項目 事實上也是 是 但是呢 去到其實他就很傻 很傻 還有不想做 但是呢 就 他打電話 跟那個老總 在美國 這個生活雜誌 那個總部談的時候 他彈了一句出來 那個老總 就不敢催他 說你一定 是很大的 他就說 嘩 你真是好似這個 自從這個 假登月計劃之後 這麼興奮 Fake Moon Landing 嘩 我一聽他 真是醒神 醒神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報道 那時登月 但是他加了一個Fake 對 那為什麼我經常說 荷里活 為什麼下藥呢 這部片本身就 社會性很強 你看看很嚴肅的電影 不搞言笑 很可憐 很可憐 但是他無理會弄了一句出來 我就很懷疑 是不是 這個Eugen Smith 他真的說那些話 還是 Johnny Depp 要加料進去 為什麼他講 本身會 構成 我覺得這個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他是一個攝影師 是 然後他把他講 這個Fake Moon Landing 這個 是有一定的根據 如果真的是他講 因為我們也討論過很多問題 就是他登月那個時候 那個燈光 拿著那個光線的問題 這部片是講很多關於光線的東西 是 是 是 不同philim的質感 質感都很強烈 他不同philim的質感 這個在戲裡面 他也表達出來的 這個你就要 就是看畫面的時候的感覺 是 其實這部片 有很多不同color tone 是 所以他中文譯做 毒水曝光 很厲害 就是證明那個翻譯 那位朋友 他是有心思 他不會只是說 這個是 他原本的名字也是 那個地方 龍本縣那個地方的名字 是 他曝光兩個字 因為在這個片裡面 他很多的場景 是講這個主角 他在一個黑房裡面 是 那黑房這個問題 現在生一代 也都沒有感覺 但是當年我們入行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這個報館裡面 有一間黑房 是 是 我都沖過片 我都學過沖片 我都學過沖片 黑白片 你好像裡面那個年輕人 是 那個年輕人 都是一個主題之一 一開始再講一講 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或者是 之前我們上星期說的那個 那個 《皮斯特公義》 裡面有《博之人》 那個歌 這裡裡面都有的 《for every young》 很多這些區 其實是想說 這個六七十年代的一班人 他們去做那件事 但是這部片本身 對我們來講 譬如那個現實的意見 其一就是 因為那個片尾 它都列出了很多 現在世界上那個 污染的問題 是 最不幸的就是 現在日本 他們都放那些 就是那些 剛剛 近期的 那些核子的污水 下去那個 《三一一事件》 那個海洋那裡 引起了一些很大的爭議 但是那個問題大家 就是我建議大家 聽一聽 今個禮拜 就是我們 我和鄭義偉博士 做那個 《放學生之》 那個前兩段 用一個比較理性的態度 去看這件事 就是 不是好像坊間 那種 那麼粗疏的說法 但是anyway 就 譬如那個污染的問題 事實上是 相當之嚴重的 譬如說 之前我們 前兩年 我們都講過 關於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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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戲 也都是講 類似的事件 就是 有些公司他們很不財任 其實他們知道那個 污染 會造成什麼 傷害 但是 是說著 持續十幾二十年 都是照樣做的 那麼 導致了很多 一些的社會事件 據我後來檢查 其實那個事件的危害到現在 到了這幾年 在電影裏面說的那些是真人來的 到現在他們的生活都是相當艱苦 很痛苦 純粹是掉命的 因為譬如說有一個個案是 他如果沒有人照顧他 他真的會死 但是如是就是 家人首先要二十歲照顧他 接著就賠償了之後就找人二十歲去照顧 但是到現在就是原來一不照顧他馬上就會死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人物本身是一個劃時代人物 他劃時代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其一你看到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裏面 他所拍的照片全都是黑白的 就是這個我又很難 就是我不是太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那個影響是很強的 還有就是 片給這個感覺就是 好像他只是在這一場裏面 才令他認得這麼著名 其實這個不是的 他在這件事之前已經很出名了 他這件事之前已經是一個 在美國公認是一個攝影大師來的 但是攝影大師之餘就是 很不幸地就是他 他的經濟上真的很老道 他這個輕輕都說了他的那個成就 就不是在於他整理這件事 不是在於這件事 不是在於這件事 是很明顯 他就用那個Live3的雜誌裏面的那班下屬 是 他一說這件事的時候 就立刻提醒一下 喂老闆 這件事我們都知道的 是 就是他一說那時候 就是個個都在說 那後來這個老眾都補回一句 是 就是說那些人不是看我 是看你 那這個生活雜誌是怎樣 生活雜誌就是我們 就是很早就買了這個生活雜誌 我曾經買過 是 我很多 到現在還在吵 到現在可能是collectex item來的 就是很珍貴的 那這個雜誌是什麼呢 這個雜誌是 是一本差不多純影片的新聞周 現在沒有了 現在不相信有人會再做同一件事 所以當時有一句諷刺的話 就是講這個生活雜誌的 那就是 time for those who think who don't think life for those who don't read 那為什麼呢 就是時代雜誌呢 就是給一些不思考的人看的 生活雜誌是給一些不識字的人看的 那為什麼不識字呢 因為他只是看圖片 他的文字很少 很少文字 他只是說 那圖片很大張 那問題就是 那些圖片本來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圖片是真的很厲害的 那圖片很厲害的原因就是 就是六七十年代 因為那個社會的波動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所以很多圖片一定很震撼 但是這個朋友他起讀的 就是第一鑊是什麼呢 就是他拍那些戰爭的相片 但是他之所以有 現在到今天有一個成就 就是因為他是所謂一個 什麼呢 是人民主義的攝影師 是 他舉個例子 譬如說 這幅相 大家看到這幅相 就是有幾個小孩 他從一個叢林走出來 這個是被視為一個經典來的 其實他 有些人可能看到一個寓意 就是說 美國經歷了那個 譬如是 大小條和二戰的時候 就是年輕人 就是那個時候 在四大戰之後 就是他出生的那些 他走出那個叢林那裡 那你就覺得 嘩 是不是啊 那當時的人就是這樣看的 所以另外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拍了一個醫生 那這幅相也都大家要留意 因為在電影裡面 直接有這幅相 那另外就是 一個拍了一個醫生 就是在這裡喝咖啡 那醫生是怎樣呢 那醫生就是剛剛 他跟一個孕婦做了手術 就是想救回鄧婦 但是結果就是 他孕婦和兒子都死了 那很多 就是這些就是 你純粹看那個影片本身 你都會看到那個 影響 但是你加上 加上後面那個故事 正如當時的人那樣 你會知道 為什麼他會出名 那第二個出名 就是因為呢 在他在紐約的時候 他在自己的房間裡 就做了很多事情 拍了很多相片 那我懷疑現在那個 就是電影那裡 還沒出到那個效果 因為他做很多事情 就是 譬如他跟很多 當時的爵士樂大師 就是爵士樂大師 上過家 那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周圍都擺了錄音 錄音 記錄在那裡 他逢東西錄的 所以他家裡 其實是很多 那些 要吵的東西 那裡 他一死了之後 其實這些東西都去了 博物館那裡 那到現在 我想這部影片 是其中一個主題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可以拍到另一套 就是他跟爵士樂大師之間的關係 是 所以你看到第一段 一開場那一段 就是講的黑房那裡 會在聽爵士樂 是啊